我在中學就參與生意和救生隊 所以那時候就蠻喜歡護理的工作 因為這份助人的熱誠 黃秀葉從中學開始 就活躍於公益社團 不過出社會後的第一份工作 他沒選擇在慈善團體服務 而是在私人醫院擔任護理師 洗身其實是一個很 很重複性很慢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不要 就不要進入洗身方面 我就轉去 心臟部門 就是比較分表必真 那種很快的那種步伐的 那份工作做了12年 黃秀葉毅然決然捨了 8年前轉到刺激洗身中心服務 在洗身方面 它是比較長期性的 就是你們一個星期 一定會接到三天 然後你就會繼續 比較全面地照顧它 包括它的身心靈方面 你也是要照顧到比較全面 雖然護理工作忙碌 但黃秀葉不忘年輕時愛助人的初衷 這份衝勁也帶動了盛友及同事 她除了工作 其實還有孩子家裡 兩個孩子要照料 時常我們都會向他看起 有時候說 哎呦懶惰想不要去的時候 我想到他騎著這個Model 上著班 自己還有家庭都願意這樣做 所以他是我們一個動力 一個學習 他的那種無緣無悔 對於病人的付出 是非常非常地值得讓我去學習的 始終沒忘記自己的初心 黃秀葉用行動證明 想要兼顧事業 家庭和助人的願望 只要有心就不難 大家新聞 莊慈玲 李婉君 馬來西亞報導